大家好 在前面的视频里面给大家分享了手机作为代理服务器分享给Win10系统 有朋友问说如果电脑是Win7系统怎么办 那现在就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在Win7系统里面设置这个代理 首先大家看我这个电脑是个Win7的旗舰版 现在呢我们 打开这个 谷歌浏览器 然后我们来打开这个百度 这个是可以正常访问的但是我们如果打开个谷歌 这是防不了的 YouTube 同样也是防不了的因为我们不是一个翻墙状态 好下面呢我们就来设置代理手机端首先你要确保你是一个翻墙状态 我用的这个VPN叫猎豹VPN前面给大家分享过这个速度还是非常快的 你打开它 这个地方我已经连接过了所以它是一个你连接状态上面有一把小钥匙 然后呢就打开另外一个APP叫Everyproxy 这是一个 代理分享的一个软件 我们 在这里面呢这是他默认的界面 我们打开这个http的开关 这个时候呢他会自动的 提示 这个手机作为代理服务器 需要填入的一些信息 这是他的IP地址 这是他端口号 我们只要在电脑端输入这两个信息就可以来通过这个手机来进行翻墙上网 现在我们打开这个电脑端的网络 点那个网络 然后点那个打开网络和共产东西 然后呢点这个internet的选项 然后这里面找到这个连接 然后这里面有一个局域网设置 在这里面呢勾选这个代理服务器 我们把这个刚才的地址呢写进来 然后点确定 这个点确定 好这个设置完以后呢 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实际上已经有数据了 就是这个 发送和接收端 现在我们打开浏览器 百度呢 当然是没有问题的 还是可以访问的 这个时候我们来打开这个谷歌 再来刷新一下 我们看到非常快已经可以出来了 YouTube 刷新一下 也是非常快就可以出来 这就是将手机 作为代理服务器分享给Win7系统 XP系统是一样的 XP跟Win7的操作是一模一样的 只要在这个internet选项里面 设置这个代理服务器的IP地址 端口号就可以了 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可以在下方留言 谢谢